公元1402年,明成祖朱棣以藩王身份成功夺取了侄子朱允文的皇位,而朱棣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以王爷身份击败皇帝最后成功夺取皇位的人,而从此之后大明朝的天子血脉则从太子朱镖一脉变为燕王朱棣一脉。 而提及明初的这段历史,很多人都在为朱元璋可惜,为什么呢? 有时候,他们不得不感慨朱元璋的短视,在太子朱镖死后,朱元璋没有另立太子,而是设立皇太孙,而这就造成了朱家的骨肉香残。 而且,朱元璋自己都承认,在他所有的儿子之中唯有朱棣最像他,文韬武略样样精通,放着这么一个现成的储君却要去立一个乳秀未干的小子。 而朱允文的才干又远远不及他的叔叔燕王朱棣,他的众臣又都是齐太,方笑如这种书生见识的酸秀才。 最终造就了朱元璋自己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那么朱元璋为什么不设立燕王朱棣而偏偏要选择这个乳秀未干的小孩子呢? 其实这背后并非朱元璋不响,而是背后的形式错综复杂,就连朱元璋自己都要掂量掂量。 支持朱允文的人太多,支持朱棣的人太少很多人认为朱镖是中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太子,虽然这是一句夸大的话,但是朱镖的确深受朱元璋器重,从小就把他带在身边悉心培养,可以看出朱元璋将来的确是有意立朱镖为太子。 假设是朱镖当太子,可能朱棣的确没什么好想的,一个是因为朱镖是他大哥,是朱元璋的嫡长子,另外一个也是支持朱镖的人实在太多,朱元璋的起家势力怀惜勋贵之中有大批就是朱镖的人,比如蓝玉。 所以,无论是文臣还是武将朱镖的背后势力不可谓不庞大,可惜的是朱镖英年早逝让朱元璋多年的辛苦毁于一旦。 然而就算朱镖死了,朱镖有机会吗?还是不可能,为什么呢?朱镖虽然死了,可是他有儿子按照古时候的规矩皇位就应该是他儿子的,所以支持朱镖的大臣们就将自己的选票投给了朱允文。 虽然后来,朱元璋为了朱允文的皇位,减除了蓝玉等大量开国功臣,可是在当时,还是有大量的人支持朱允文。 比如燕王朱镖的大舅哥徐辉祖,就是朱允文的支持者,后来静男之一之时,还帮助朱允文出谋划策,可惜朱允文不信任他,否则历史可能会改写。 而除此之外,朱允文更强大的势力在于他背后的文官集团,当时方孝儒可以说是世人领袖,而他也是朱允文的支持者。 因为他的影响力太大了,所以当初朱棣杀他也是经过滇凉的。 而当时支持朱棣的人呢?几乎没有,除了北平燕王府的人以及黑袍妖僧之外,根本没人看好朱棣。 而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理由很现实,那就是朱棣登基是名不正言不顺,我们知道古代继承法有一套完整的体系,那就是力敌力长,而如果没有嫡子的情况之下,才会设立长子。 而朱棣当时吃亏就吃亏在这一点,他虽然是嫡子,可是他并非是长子,当时太子朱镖死后,就算按照规矩来也轮不到他, 为什么他前面还有老二秦王以及老三晋王,这两个人如果不死,他是没机会的。 很多人会说,这不就是朱元璋一句话的事吗? 对此我只能说,面对这种情况,你可能小看明朝延官集团的力量了,只要是皇帝打破了常理。 那么必然会遭到文官集团的喷,就拿万历年间的事情来说吧,万历想要立自己喜欢的儿子福王,可惜文官集团不答应,为此他就和整个文官集团杠了三十年,也没有赢。 而朱元璋想要打破自周朝以来的组织,这背后牵扯的力量太多了,虽然皇帝是万人之上,可是有时候,他也要看着点舆论,如果他立的太子得不到臣民的拥护,那么这太子还不如不立。 而朱棣就吃亏在这一点,朱镖死后,他顺势排下来,不是敌长子了,就算朱元璋怎么喜欢,他也不可能立他为太子。 而且,在大明开国之初,朱元璋本人就立下了敌长子继承的规矩,这个时候,自己打破规矩,不是打自己的脸吗? 然而,朱允文这个人太过于柔弱,他根本没有汉景帝的腹黑手段,所以,最终导致朱棣难成功。 而自己最后也下落不明。